歡迎收看屈機頭條 我是吳俊儀大宇 與你一起看時事 我是蠟燭香港聚焦中國 放眼世界全部視 台灣的防務部門首長邱國正說 現在的台海關係 是他從軍以來40年最嚴峻的時刻 因為他們看到有超過150架次的解放軍軍機飛過來 這個嚴峻的情況不僅是發生在過去的5天 要數我們可以數在7月1日 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的講話 習近平主席說 不要低估中國人維護主權和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 另外在10月9日 辛亥革命的紀念中 主席說 分裂國家的人將會遭到歷史的審判 然後到最後10月10日 蔡英文在他的講話中說 維持現狀 平等對話 解決分歧 看似想將氣氛緩和 今天我們講台海關係 首先讓我介紹這集的嘉賓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陳傑博士 大家好我是陳傑 名外專上學院 人民及語言學院 合席助理教授鄭國均博士 Hello 我是Dr. Raymond 中華智慧管理學院院長彭雲基教授 你好 我是彭雲基 在節目開始之前 提提大家記得訂閱屈基TV 和讚好留言 最緊要最緊要就是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這次蔡英文在台灣的講話 他就著重幾點 維持現狀 平等對話 解決分歧 結果我想問一下這個這樣的態度 是否代表了放軟了手腳 或者是急著求和 我不是這樣想看 我反而覺得蔡英文的整個講話 是令到國家對台獨是越來越擔心的 首先她說的一件事是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其實這句話基本上就是以前講的兩國論 不過這次是一個2.0版 她整篇的一個講話當中 大家不要忘記 她在講紀念辛亥革命180周年 但她整篇的講話當中 基本上沒有提到辛亥革命 而且她更加注重的是 在1949年之後 即是說國民黨撤退去台灣之後 台灣的一個發展 這72年的一個歷史發展 她更加注重這72年的歷史 她不是在講一個180周年的 一個辛亥革命紀念 即是說什麼呢 我們講的那個全城 她是斷了 如果我們講台灣以前一直在講 她是一個中華民國的一個正統 一個中國的一個正統的時候 她在講的是由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到現在 但這次她是沒有再講這件事了 即是說她以前 我們講的由國民黨領導的一個台灣的一個執政團隊來講 那個所謂的中華民國的正統性是沒有了 我相信她的這一番說話 可能真的會令到國家 是否還可以用和平的方法 我相信是一個更加大的問號 如果我們看看10月9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的講話 雖然我們說了台獨會成為歷史罪人 說了一些比較強硬的說話 但是我始終相信那個主族仍是一個和平的呼籲 我或者這麼說 是希望台灣尤其是港大的2300萬台灣同胞 是回來跟我們14億人民一起在一個 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的旅程當中一起參與 一起建設我們未來的一個偉大的民族復興 主族仍然是在說和平的 但是蔡英文的講話 我覺得是完全不友善的一個回覆 大家值得注意看的一點就是 在雙十的一個這樣的講話 我講蔡英文的一個講話 她不會是自己寫完自己出來講的 首先台灣內部應該經過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醞釀 到底是怎樣才定一個稿 而你訂了稿之後 我相信她亦都要給美國作為協會 各方面的 就是叫做美國應該是有份 守恨她這個最終的講稿 既然給得她說一些這樣的說話 就是說美國某程度上 都是希望繼續用台灣去牽制中國的發展 這件事和她近期的一些表現 就是美國好像對我們國家的嗜好 希望在年底兩個元首可以通話 好像不是一個相對稱的行為動作 所以整個台海 我相信你看到10月9日10月10日的兩岸的 領導人的一個講話之後 情況的確是令人擔憂的 並不是你剛才所說的 但是似乎好像和諧了 似乎兩邊有一個對話的空間 其實我看不到這件事 這次蔡英文所說的講話 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和以前的分野 差不多現在已經說得很清楚 下一步走的 是全力去台獨 在這件事說完這個講話之後 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當時台灣有一些代表之旅 是在德國的 他們就立刻就拿了出來 整個旗就寫著台灣獨立 一班人在後面就蓄擁著他 然後他直接在他的宣言上說到 中華民國和那面國旗 只是用來壓制善良台灣人的工具 所以這個國旗都不值得尊重 然後跟著這個民進黨 他們的官員有幾個就說 好東西 講得好 好愛國 你就看到現在的台獨的氣焰 已經是非常之清楚 現在的問題就是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在下一步的發展是怎樣 很可能會是美國承認他 台灣 承認他獨立 跟著可能就是怎樣 好像歐洲那樣 全部都在飛彈陣地 對著俄羅斯 在這邊就對著我們中國 整個圍繞中國的情況 就會越來越嚴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跨過鴨陸崗 為什麼當然一定要打韓戰 其實就是因為如果美軍 一直一直上到鴨陸崗的時候 完全團兵在鴨陸崗 韓國就沒有了 而我們中國在側根 就會上下受敵 所以其實現在台灣的形勢 我覺得跟當時的情況相當相似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了 所以我們以前一共二百都可以不怕跟你打 現在更加需要做這件事 因為台灣根本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國土 而我們中國之前我都說過 現在中國最大的一個優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上下一心 所以這種團結力 其實是比武器更加重要的 正如剛才幾位嘉賓所說 現在蔡英文說的新的兩國論2.0 或者是台獨的意識相對比較高漲的時候 那麼下一步會是怎樣 會不會是跟台灣和美國建立邦交 這個其實國台辦已經是回應不可能 但是在台灣我們也都留意到 台灣的民意機構 也都有放出一個風聲 就是2028年的時間 或者在之前 可能會做到台灣和美國 建立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為什麼台灣會說是2028年 他覺得是最適合的時候 或者應該這樣說 他覺得2028年之後就沒有機會 其實主要一個原因就是 基本上和我們國家自己的預計 差不多就是 2028年我們的GDP總量 將會正式的超越了美國 那麼當我們超越了美國的時候 就是說在經濟上面 我們和美國已經是旗鼓相當的一個經濟體 我們不需要再看 在其他國家的臉色 我們一直不斷地在進步 我們比10年前好 但是去到那個時候 我們是一個超越 台灣覺得如果當我們正式超越了的時候 美國已經不能夠為他們去做什麼 那時候美國幫不了手 所以台灣必須要爭取在2028年之前 去跟美國建立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這是台灣人自己的一個想法 但我覺得這件事不切實際 當然在2028年還有一個含意 就是2024年台灣還有一次大選 陰棋四年 如果民進黨可以繼續執政的話 即是蔡英文之後 還是由民進黨繼續執政 他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看現在的台獨棄艷 去到那時候 我相信已經是很高峰 很巔峰了 那時候如果他還想贏選舉 我想他只可以靠這件事了 這當然是台灣自己的一廂情願 那事實其實是否可以做得到呢 我自己恐怕可能去不到2028 等到這一刻 我覺得對台灣來說 他有幾個時間點 是令到我們國家會有不同的反應 第一個是2022 2022就是台灣的地方選舉 這個院士的選舉 國民黨可不可以拿超過半數的院士 會是一個指標 如果台灣人民可以在那時候 將他的選票離棄 主張台獨的民進黨 去回國民黨的話 我相信 將來政府會稍微再觀察一下 但是2024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 就是台灣的地方領導人的一次選舉 如果這一刻可以說 如果民進黨說又再次是民進黨繼續執政的話 我相信中央政府會對台灣用和平的方式 回到我們國家的懷抱 我相信應該是絕望 所以如果真的不幸地2022 國民黨過不了半數 2024民進黨繼續執政 那麼2024到2028 很多事情可能會發生 可能整個台灣的未來 可能就是2024到2028 將會 我們說看大結局 基本上應該是那段時間 其中一個原因是2028 是因為估計 由現在到2028年 這段時間 中國的軍力會大幅提升 中國已經有極大的軍事力量 能夠武統台灣 剛才教授也說得對 台灣自己估計 2028的台美邦交 完全是計算自己的 所有的因素 去計算自己的 他沒有想過 我們國家到2028 我們的經濟、軍事 將會發展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包括到2028 我們的民意 我們14億人的民意 都是一個指標 不是台灣自己 我估計當時的怎樣怎樣 甚至乎當時我的2300萬人的選擇是怎樣 我必須要說 兩岸的統一不是2300萬人的一個決定 是包括這2300萬人的14億中國人民的一個決定 我想現在如果我們這樣看 這個民意是非常清楚的 中國是必須要統一 而且也一定能夠統一 其實我會選擇這件事情 未必會用這個角度去看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可能還在用 我剛才聽到傑哥也好 彭教授也好 兩位的看法 甚至乎我相信很多人也是這樣看的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中國國力上升 所以你會用一個中國國力上升角度去看這件事 美國不是不知道你上升的 台灣不是不知道你上升的 所以在美國的角度就是第一 他根本沒有興趣看中國人統一與不同一 你分裂與否不是他的問題 他只顧自己利益 所以在他角度的話 他只是看自己會不會因為幫你打這場仗 而對自己有船傷 在他眼中他沒有必要說你出任何一隻兵 他只是有興趣賣東西給你 就是台灣給錢 說到最後 否則就像以色列的共和系統會給錢 他會幫以色列給錢 台灣不是自己賣 他會幫你打算 好了 既然知道這件事 那為何他要給蔡英文做這件事 於是就退後兩步看 就是如果你說是看大選的話 是看這些東西的 就是剛才二哥說的 那他就看一看 現在2020到2024 美國是說拜登的時代 即是說民主黨的時代 他自己也會下台 況且民主黨其實現在沒有人上 賀錦麗沒有可能可以頂上去 除非拜登死鬼了 但是他也是頂上去的話 都是說做到2024 很有機會的 死鬼了是另一回事 但問題是假設他不死 頂到四年的話 賀錦麗走出來 再選總統的機會就很低 他不像當時是 列根推出老布殊 那時候是可以的 現在這個是不行的 那如果這個不行的話 那麼後果是怎樣 就是說2024就逆手了 就是共和黨 那如果你說2028的話 即是共和黨 在說到尾段時間 就算了 那你就想一下 拜登也會計算這條數 我究竟在這個時間做些甚麼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在二次大戰開戰之前的 說到二十四個月 其實美國國內是做很多事的 例如他要做很多recruitment 做很多training 你說的是兩至三年時間去備戰 你不是說我現在要揮軍去就去 不行的 你不單是我們以前說的 那些糧草先行 還有人等等的事都要訓練 那麼那段時間你何來呢 那麼現在美國說疫情過後 其實他們的recruitment是很差的 就是軍隊上的recruitment 那麼你還要去訓練這群人 其實是趕不及的 只是說2024 其實他們趕不及的 換句話說 你中國這麼快就搞定了 新冠肺炎了 已經是說國家是回復正常的 每個人不打好債 回大陸 差不多可以 是不是很多人都可以不用打的了 那麼你想一下 他會看一看的 你去備戰的能力 遠遠強過他 就是他看著中國 他還敢不敢跟你來打呢 其實他是不想打的 明顯是不可能想打的 既然不想打 唯一想做的是什麼 假裝打 所以一定是空城計 那麼這個空城計是什麼 剛剛借蔡英文 就是他要連任 他要搞一些事情出來 令到他台灣的人 相信美國會為他而戰爭 為他而打 所以更加要搞到戰雲密布 為什麼我會這麼肯定說這件事呢 因為你說不通 就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去見楊潔篪的時候 無緣無故 180度大轉變 那麼你有什麼理由 會突然間在那邊 就笑笑口 這邊 就繞了手 其實沒有可能的 就是你的國家的策略 如果你是想著要戰爭的話 你起碼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生產搬回自己 因為戰爭最基本就是你自己要有足夠的資源 你自己是生產到你要打仗用的東西 那麼沒有可能你會繼續跟他搞貿易上的這些東西 因為你已經是剁開都不拘 你應該是供自己內部生產 他沒有做 他又不是做recruitment 又不是去招兵 大量招兵 又不是去做training 又不是什麼 他自己也知道他國家裡面的肺炎問題 是搞不定的 他的新冠肺炎搞不定的 那麼 經濟又說要停擺 又搞不定肺炎 還要跟你預備打仗 你真的當他傻嗎 說到尾就是 唯一可以做美國這一刻 就是將他還可以做這一刻的東西的時候 就擺空城計 他的空城計擺得很像 所以我覺得他完全不想跟你打 但是中國呢 就經常都是禮真的 你跟他說的話 他就真的用 因為他真的有那個實力在 那麼他就說我預備了 於是後果就是 大家就覺得中國真的預備打 那麼更加將他對號入座 他就更加可以在台灣那裡 你看他真的想跟你打 他真的想跟你打 我會保護你的 我會保護你的 那麼他就更加像 台灣就更加害怕 那麼他就借助中國這個 真的認真去應戰的這個工作 去令他的空城計擺得更像 我就覺得是這樣 剛才Dr.Wilman的推論就說 美國不想介入 或者不想跟中國開戰 但是彭教授 我想問一下 那麼有沒有可能 最近都有一個傳言 有沒有可能美國幫台灣練兵呢 其實這個是美國一向的策略 你看看阿富汗就知道 基本上他初初去到的時候 當然他會派兵 但是其實在後極的時候 他全部都是給錢去訓練阿富汗兵 真是訓了幾十萬出來 但那幾十萬能打不打得呢 他可能真的能打得 但最大的問題是他的心 究竟這群人肯不肯打 所以為什麼美軍一退退 後那些阿富汗和漢軍 全部都不玩了 所以這個情況 我相信跟台灣是會有相似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你會看到其實美國一直都希望 自己的人不用打 打完後死就先 死你那些人先 所以台灣兵一定派很多人去訓練他們 其實這個不是現在的 很多年都有的 為什麼現在特意說出來呢 我也同意Dr.Raymond所說的 特意搞這個氣氛 其實你看到一件事 他們真的內部那麼多問題 你想想你做拜登 如果真的打起來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內部都搞不定 不要說什麼 如果我到時真的打起來的時候 沒有了兩三隻航空母艦怎麼辦 是不是 很沒面子 所以變了來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就是外強中竿 其實在美國現在內部的矛盾 相當深刻 你想想他內部經濟的問題 就出現了 美國的國防部長警告 美國現在這麼嚴重的債務 可能會令到美國的軍人無法出糧 你想想一下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把台灣炒作的好處 大家不同的兵種都可以欠這個資源 大家都搶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仗打圓圓和平 你加什麼軍費呢 其實當時拜登上場之後 是曾經想把減少削減軍費 但是當時有關的那些不同的方面 都大力反對 所以他就收拾了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 正如剛才Doryman說的話 如果有任何打仗的話 後面的資源和支援是非常之重要的 內部已經很混亂 每個人為什麼要打呢 因為不打不可以 所以這樣就不能夠欠錢 所以每個人都在欠資源 這是他內部矛盾的問題 但真的打的時候是什麼呢 根本就不是很想打的 所以我很同意Doryman說 是一個空城計 是在這裡做show 好了 這一個問題 其實相對來說 對我現在中國的情況 是相當有利的 我同意彭教授所說的 所以好玩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表面上 是一個對陣的形式 但實際上 有一邊是明顯不想打 問題就是 台灣當然不是這樣想 如果我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中國就是一個很勤力的學生 他真的讀好書 去應付考試 想著去考好成績 台灣那批 就是學靈駕鋒 想著三個月就去學會了 學完之後 就想著去上陣 大家知道什麼事情 美國那批 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學生是這樣的 你叫他英文 他就很樂得 你叫他坐下寫一篇文 即時寫在你面前 林鎮的時候 你就真的見真章了 三種學生 坐在一個班房裡 一起考試 出事 那 於是 情況是怎樣呢 情況就是 美國那班 還有一個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 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 在二戰的時候 當時美國要打日本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武兵 已經越來越難無 當時二戰都難無 於是他們出了一條什麼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Uncle Sam 就是那個 武兵那個 I want you 對 是I want you 那個 那他當時是把 I want you 這個Uncle Sam 轉為一個 黑人的角色 就出了一張Post 他的寫法應該是 Jabs your next 就是日本人 你是下一個 那就是用黑人 他就是 壓起手 穿那套衣 就是Uncle Sam 那套衣 就是去招募 黑人的士兵 去打日本 大家想像一下 今天美國的 種族問題的嚴重性 你想像一下 你要去武兵 你武兵黑人去打 中國人 他是想要資源 他是想要還他讀書的債 或者是要醫療的好處 福利 你是不是真的叫他去打 是另一回事 他未必想打 那所以 我看到整個格局 就是美國已經是去到一個位 就是他有得吹 他吹得的 好吹得的 亦都很多人相信 特別在台灣 就個個都相信的 好大部分人相信的 中國就根本看到自己 我都齊了了 我用什麼怕你 我都明知道你是虛的 所以就夠膽去兇他 就是中國不是不知道的 國家不可能沒有這些資料 當然知道他流 裡面是兇的 吹大了 好像雞浦魚一樣 那麼 這個雞浦魚 美國現在就在這 問題就是 你怎樣去對付雞浦魚 對付雞浦魚 美國的最好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 他用這一招 就是利用我們中國 因為國力上升 而反過來倒影一下台灣 搞到他好像很強 如果一開戰 其實可能是那種 閃電戰爭來的 就是那些 如果我是國家的話 我想我現在會插針 去他的軍隊裡面 我講台灣 到時就是玩 突然間滾散的軍隊 哇 那一下東西 一塌下去 你其實是很快 就馬上閃電戰 就是我們投降 我們不玩 因為講到美國那班 那班真是獨靈格風 他真的拿著槍 上到陣之前 死了怎麼上彈 真的是那一隻 不再是以前 還在金門擲炮彈 那個年代 還要砌槍有多快 那些 不是那些 金門現在是旅遊設施 已經是 是一個表演 對 表演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 去到那個位置 我相信是利用那個驚恐的效果 去令台灣突然間 我沒得打 而不是真的跟他打 因為 是不需要跟他打 我覺得最高張在那個位置 就是他既然用得空城計 我們就應該用回他的招 就是恐懼鬥失 利用他自己 就是我怕我不玩 美國呢 純粹就是希望 這樣東西 就是時間和空間 就是希望這四年 蔡英文在這裏 最好就是利用這個 就是讓他再可以贏多一屆 那麼這個空間 就有時間給美國喘息 因為他的國力真的不行 那麼問題就是 但是這個四年究竟有沒有那麼如意呢 這樣就不知道 大家也不知道 這件事 但是的確就是 這一刻你叫他去打 他一定不跟他打 他一定不肯玩 他如果這一刻跟他打 拜登立刻就關燈了 搞不定 不是叫拜登 是關燈 不過其實你看到現在 蔡英文 特民進黨成為美國的棋子 其實他們只顧自己的權力 不顧人民的死活 其實是慢慢把台灣能夠推去一個很危險的景地 在這個傳聞 就是這個美國已經準備和以色列買兩套鐵窮的反飛彈系統 大家都知道鐵窮反飛彈系統 是最厲害的 關鍵是什麼呢 他就把他一套裝在關島 因為他最怕就是關島被中國的飛彈去攻擊他 裝在這裡 另一套就裝在美國的德薩斯州 那是什麼呢 就是用來做反飛彈的試驗 但是在這個台灣的軍隊裡面 你看到一樣很有趣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傀儡 你看到很多的武器 先進的武器 包括了愛國者飛彈 其實真正要能夠放飛彈的密碼 是在美國人的顧問手裡面 沒有我規準你不能夠放的 所以你看到整個的形勢 其實是一個很微妙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 究竟真正正想打和不想打是哪一邊 阿鵬教授說你沒有說這件事嗎 他那套裝在關島的意思是 他正在保護自己 是的 是保護自己 是的 我給你他是訓練 實際上是保護自己 那你也想想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的心已經在想推下去第二島鏈 是的 他明知道第一島鏈是越來越危 他硬要守住台灣 其實他守不了多久 因為他真的靠吹 當然了 鵬教授說得對 不要太輕敵 但不是說輕不輕敵的問題 他的確是用一個 以色形態或者媒體上的戰爭 去希望代替了槍林彈雨 因為他的槍林彈雨 今天的確是用來賣的 而不是打的 不是打的 是希望用來賣的 賣是值得打的 賣了 過期又可以再賣一批 你不明白 他要用的 過期都可以賣的 過期都可以賣的 所以用那些手法去做事 所以你看到他 他連擺一塊都擺在自己關島 又不見他擺一塊在台北 他就是不擺進去 其實我相信 蔡英文政府 他們自己知不知 他自己都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所以他現在越來越走 一個激進的路線 其實某程度上 他是想握著美國 他認為這樣 美國才會對他作出保護 但這當然是比較偏真 他的想法 他也曾經公開地表態 他說印太戰略裡面 台灣是可以扮演旗子 他自己都把自己定位 定得很清楚 我就是一個旗子 他都不介意給你用 但對於美國來說 最近當然也說了很多 美國軍事顧問 台灣 彭教授都說了 這些根本就 一向都有的事情 只不過現在做出來的勢 第一是刺激 希望可以刺激到中央政府 當然起不了什麼作用 因為你覺得我們會不知道嗎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在台灣的軍事顧問 其實只是勞母輸出 他在裡面沒有什麼做 training course 是的 training course 有些勞母輸出 紮外匯 紮外匯 那些武器 很高身的 他們很高身的 在美國沒有那麼高身 去到你那裡肯定高身一點 是不是 那些武器賣給你 都是他的外匯 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對美國來說 他們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叫做 武器的輸出地方 賣給別的國家 可能還要講價 賣給台灣 沒有價講的 鐵價不易 那你覺得這些武器 真的保護到台灣嗎 那我想 又真的太天真了 但是當然美國會繼續 叫他買東西 繼續有勞母輸出 希望 在台灣 目前的現狀之下 能夠拿 就盡量拿 當然 最好就是整個台灣的外匯儲備 回歸前 就被美國可以吸收 盡量吸收 我相信是美國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說美國現在的角力 跟中國去打 當然現在 我們經常說 爛船有三分釘 你不要 更何況現在不是爛船 雖然我們預計 整個國運也好 整個綜合角力 都是向下 在走 但是速度沒有可能 是懸崖式那種 是沒有可能的 他始終 這麼多年 還有幾十年 是的 他還是有的 中國是不是想打仗 中國不是想打仗 但是我們必須要避戰 因為只有避戰 才可以防止戰爭 我想 我們走的路 始終 我相信 在10月9號 習近平主席所發表的事情 我們始終還是 主族都是希望和平的 我們中國人的歷史裏面 我們不是一個好戰民族 尤其是 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 是我們的同胞 我們真是不能夠 輕易地說 我放棄和平統一的 這個想法 我想我們國家領導人 始終都是希望 哪怕還是有一線生機 有一線的希望 我們都希望 是用和平的方法 去解決我們兩岸 是兩兄弟的事 都是希望用和平的方法 但是這個 這樣的一線希望 我不希望到最後 是台灣的執政人 他一盆冷水潑過來 令到我們覺得 這件事是絕望 現在令到這件事 會向哪個方向走 我相信是台灣 台灣是會令到這件事 到底是和平統一 還是武統 我覺得 當然是我們最後的決定 但是 到底我們這個決定是怎樣做 我覺得要取決於台灣黨局 所以關鍵 完全是台灣的人民 他們本身是否覺醒 還有他們的心所向是甚麼 一個是和平 一個是戰爭 其實這個抉擇是在他們上 因為我們的文化一向是先禮後兵 彭教授帶一件事 我不得不佩服民上黨 他的迷惑能力非常之高 基本上我覺得 大部份的台灣人民 是被他迷惑的 譬如 所有媒體都是 是的 台灣人民會相信有台美建交 我不明白為何他們會相信有台美建交 如果真的有台美建交 即是統一那一天 那一天就等於那一天 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因為他們那些媒體 每一天都在抹黑中國 任何機會都抹黑中國 所以最近這一年兩年 我們的飛機經常去台灣 其實是很有效的 為甚麼呢 以前這些問題 台灣的人民會理 關我鬼事嗎 他們自己很遠 沒錯 但現在發覺不是 現在經常有報道 現在發覺是否真的會 他們人民開始會覺醒 但民進黨當然會宣揚 我們要捍衛台獨 但問題是 聰明的台灣人 他們應該看得到形勢是怎樣 所以這個抉擇就是他們的心 聰明的人已經走回來 是的 最聰明的人已經走回來 沒錯 其實你看看蔡英文在整個 雙十紀念的一個講話 和整個服飾 你看到其實他根本沒有 將整個新校革命的紀念 將孫中山放在第一位 其實你看我們今次 我們都是 我們國家主席都是高舉 孫中山先生的一個理念 說我們其實 孫中山先生說的民族復興 其實和我們現在是 說的是一致的 所以你看到 但是蔡英文有沒有說這些東西 他講中華民國四個字 對他來說是難以啟齒的四個字 所以他必須要在後面講中華民國台灣 你看到他 其實根本是不想講這四個字 剛才我們都講過不講一百一十年 講七十二年 包括他的衣服 那個Logo是甚麼顏色 白色的 這個顏色配搭是甚麼 對於他來說這一天是不值得紀念的 我想如果你要問蔡英文 可能他會覺得二百更加值得紀念 所以你看整件事 我經常覺得我們是真的不想打仗 但是蔡英文領導的一個民主黨政府 他現在做出來的事情 似乎又真的 在不斷迷惑我們二千三百萬人的情況 兩岸關係何去何從 是值得擔憂的 其實另一件事 國民黨真的令人失望 其實在這麽關鍵的時刻 對他們來說 真的應該要全部是非常團結才對 其實不如反過來看 會不會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既然都來到這個地步 其實我們國家只要順著這個勢去的話 令到引民進黨露出的尾巴 反而是更容易搞的 因為他一天不露出尾巴 你很難會令島上的人民 即我講台灣 是會發覺原來美國不會幫你 即是你一天不試過 黑暴過 你一天不試過 去了英國掟汽油彈 你不會發覺原來去英國掟汽油彈 會被人拘捕的 那你一定要試過才知道 那你是需要給他那種感覺 原來英國掟汽油彈被人拘捕 我不可以賭路嗎 我以為我可以去英國賭路 那你就試一下 即是你試完你就知道 其實是很需要那樣東西 其實他們 但是這件事沒得試 我正想說 這件事一試的時候 你起床你就會發覺 你家裡四周都是火害 都想過了 是心靈塗炭 即是沒有人想走到這一步 即是那個位置就要很急地立即轉下去 即是如果你不想打仗 就在那個位置就要很快地走很快地走 就是他一覺醒那一刻就搞定了 而不是拖場 講到台海問題 真是叮噹都沒有法寶 不過有一首歌 人人期望可達到 但小菜的野心比天高 若果台灣的人想沉獲歡笑 回歸祖國才能沉獲美好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鬱姬TV的頻道 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